跟王老猫画千千剪笔画 这些有趣的画来自不同的小朋友 你们画得都很认真 也加入了自己的想法和创意 跟着千千剪笔画和王老猫学会了一些剪笔画的画法 把你心中所想都画出来吧 爱吃蚂蚁的穿山甲 在画面中上部画出一只圆溜溜的眼睛 接着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 接着弧线前端画出穿山甲尖尖的鼻子 圆圆的肚子 再画出它的前肢 前端长着长长的指甲 可以挖开蚁穴寻找美味的蚂蚁 再画出它的后肢和尾巴 穿山甲的胃口很大 每天要吃很多蚂蚁 它有时候会用锐利的爪子勾住树干 到树上去寻找白蚁 它身上披着厚厚的角质领甲 我们画上一些条纹 就是它的领甲 在穿山甲旁边我们画上一个小土堆 里面住着一大窝蚂蚁 穿山甲又看到美味了 你的线稿画好了吗 你想给穿山甲涂上什么颜色呢 快选一选吧 穿山甲住在山坡的洞穴中 喜欢晚上外出寻找食物 春天到了 穿山甲妈妈带着自己的宝宝 从堆满落叶的洞中出来 在山林里寻找好吃的白蚁和蚂蚁 有时候春山甲宝宝走累了 会爬到妈妈的背上 让妈妈驮着自己 你的画画好了吗 快拿给妈妈看看 给妈妈讲讲穿山甲的故事吧 千千剪笔画 快快加入我们吧